冠军表现时刻 由南式洗发水领导品牌 青阳独家呈现 两队第一回合的交锋 双眼神花在课场是1比0 击败了重庆立番 当然取得进球的是重庆立番的中央位米洛维奇 乌龙球 好 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您先来说看的是乐视体育 为您带来的2016中国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25轮 上海绿地神花在赌场迎战重庆立番的较量 下地的传中球给到前点 这个解围啊 看着很悬呢 丁杰 这是刘宇 看看啊 这球有机会断下来 卡尔德克胸部停球 背后被撞倒了 很痛苦啊 应该是在空中碰撞之后 可能就已经有脱臼的情况 卡尔德克这一下好像是被踩了一下 对 埃登斯 左脚的船中 漂亮 找到莫雷诺 漂亮 这是他最喜欢的射门方式之一 哦 这球有没有约位呢 约位 这个棋举的值得商圈 值得商圈 大范围的这种斜线转移新年做的非常多 嗯 重庆 大方式的这种斜线转移新年做的非常多 哦 中后场啊 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呃 对 二点球没有看过 对 曹丁丁 带到近距离 马丁丝 哦 漂亮 好巧啊 2B0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马丁丝这个球 哎呦 这感觉是在踢室内五人制组组 嗯 这 这次配合漂亮漂亮漂亮 太从容 太写意了 过来 提前亮 哦 漂亮漂亮漂亮 那一瞬间马丁丝的左脚化成了驱棍球的球杆啊 直接给划过来 这个完全就是平时训练时的那种感觉 太棒了 对 同伴的那种跑位 漂亮漂亮漂亮 立方的球员在埋伏 这次直接打进角 漂亮 李帅的准备也很充分的 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对 这个球 呃 球速不够 角度还是不错 还有啊 看二波 吕征 切完之后 哦 四传四射 线路上谁要蹭一下都有可能进球 王栋 漂亮啊 这应该是丁杰送出的直传球 右路的传中在后点 有没有机会 再敲回来 打完 空门了 空门球进了 53分钟 王栋 从立场台客场扳回一球 王栋 这个球其实进攻的最关键的一笔 就是王栋在刚才进区右路 把球分到边路那一下 呃 那应该是丁杰分的 丁杰分的时候 那一下太关键了 就整个把这个局面打开了 对 卡尔德克下面场比赛在右边活动的还是比较频繁 还有没有机会起脚 来脚远射又折射 这一下没赶上 投球的后走 领球转身 出了一点稍微有点急了 其实刚才啊 盛凯木一直在等他 看远端漂亮 看看卡尔德克在观察到三脚传回来的推射 抽签了漂亮 七十九分钟 重给立场台客场扳 扳平 2比2 这个阶段我们说真的是身花一直不统一 慢动作回放再看一下和第一个进球如出一辙的 但是向前送出传球的这一次从丁杰变成了王维诚 这个球传的还真是挺漂亮的 没错 向前送的这一下完全是找到空刀